宫颈癌的好发人群都有哪些? 党赛利、妇产科、主任医师 宫颈癌目前来说是可以通过注射疫苗来进行预防的 但是它有一定的高发人群 对一些有不洁的性生活史的 或者说过早的性生活 或者过早的生产 或者多胎的分娩的这些女性来说 它往往都是一些高发的 或者说对于男同志患有阴颈癌的 前列腺癌的男性 有过性生活接触的 我们把它都成为一些高危的人群 对于这些的 我们就要通过临床的一些排查 我们通过查它的HPV 人乳投流病毒来判断来检查 甚至说通过注射一些公寄疫苗进行一些干预 所以对于这些高危的这些女性 我们就要经常可能要做一些 相应的一些排查 筛查 通过公寄人乳投流病毒的筛查 和公寄业绩的细胞来筛查 来排除它有没有公寄癌变的这种可能性 并且相应的缩短它检查的时间 比如说三个月半年 或者说最长 可能一年就要排查一次 专家提示 一 有不节性生活史的 过早的性生活 过早的生产或多胎分娩的女性 往往高发 二 与患有阴军癌 前略性癌的男性 有过性生活接触的称为高危的人群 三 对于高危的女性 要经常做一些相应的筛查 公寄人乳投流病毒 和公寄业绩细胞进行筛查 来排除有没有公寄癌变的可能性 塞